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effrey先来跟大家分享另一个重磅消息 那便是 温世一时三载的语音助手Siri 终于要迎来大变身了 苹果即将推出全新Siri改版 并且还会引入更多内部AI技术 自从2011年首次亮相以来 Siri就一直是苹果手机上的一大亮点 它能帮咱们设置闹钟 发信息 查天气 甚至还会跟咱们聊聊天 可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Siri在某些方面似乎有些跟不上了 很多用户都在期待 Siri能不能更聪明一点 能不能更懂咱们的心思 这次苹果的该版计划 听起来就像是给Siri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根据彭博社近日发布博文 称苹果公司正在研发更智能的Siri版本 内部员工将其称为LLM Siri 该公司计划2026年发布 彭博社报道 该版本最大的亮点在于 使用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 进一步提升Siri的能力 更好地与ChatGPT等聊天机器人竞争 苹果希望Siri能够进行持续对话 更像人类一样回应用户提问 从而改善用户体验 新Siri的核心优势分别为 将支持更流畅的交流 缩短响应时间 提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以及集成更先进的语言模型 显著增强其智能水平 苹果目前正在iPhone iPad和Mac上测试新的Siri版本 并计划最终取代现有的Siri 消息称苹果可能会在 2025年6月举办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作为iOS19和MacOS16软件更新的一部分 随着新系统发布该版本 苹果内部将iOS和MacOS的相关更新 分别命名为Log和Jir 但就像今年9月发布的 Apple Intelligence一样 苹果的上述Siri新功能 不会立即纳入 明年上市的硬件设备中 苹果目前计划 最早2026年春季面向 消费者发布新版Siri 也就是距今大约一年半之后 若报道属实 将是苹果努力推荐 AI功能应用的最新迹象 也是季节和ChatGPT之后 苹果对Siri动的一次大手术 今年10月28日 Apple Intelligence发布一个多月后 苹果面向公众在iPhone iPad和Mac中 上线第一批 Apple Intelligence支持的AI功能 第一批AI功能较为基础和常规 包括集成到应用程序 App中用于摘要和重写文本的写作工具 照片中的AI图像清理 文章与通知的摘要总结 NOS程序中的音频转录文字摘要 Message短信智能回复等 苹果介绍 新AI技术加持后 Siri的交互更加自然灵活 用户可随时在iPhone iPad或Mac上 渐入文本与Siri交流 还可在文本与语音之间随心切换 即便用户表述不够连贯 Siri也能顺畅理解 并能为连续地请求 沿用语境场景 Siri还可回答数千个 关于苹果产品功能与设置的问题 让新AI功能登陆硬件设备的同时 苹果预告 12月将发布新一批AI功能 包括ChatGPT服务集成到Siri 以及表情符合图像生成方位的功能 如指去输入描述文本 即可生成连创表情符的智能表情 包括Gamachi 图像生成ImagePlayground 视觉智能Visual Intelligence 将草图变身艺术成品的ImageWant 本周四的彭博报道提到 除了ChatGPT 苹果还计划为用户提供更多聊天机器人选项 比如谷歌的Gemini 苹果开发新版Siri 是想将类似ChatGPT的AI功能带入内部 同时强调用户隐私 但苹果仍可能继续让用户能访问 有专门能力获信息的第三方AI系统 传出新版Siri的消息后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X评论 认为苹果的动作确实慢了 他们几年前就应该有这样的东西了 有网友称 对苹果在这项基础上 落后的程度感到震惊 但考虑到苹果热衷于追随先驱者的脚步 对这条新闻也不感到惊讶 还有网友说 苹果花了好些年时间 才让Siri达到它应有的水平 现在得全力以赴让Siri跟上时代了 那么在你看来 苹果现在全力追赶 还来得及吗 接下来 我们说回iOS18.2b4的更新重点 邮件APP图标设计优化 新版iOS18.2b4对内置邮件APP进行了调整 将侧边图标边缘从正方形改为四角圆润设计 视觉效果更加顺化 邮件通知设置菜单调整 苹果全民更新了 iOS18.2b4的邮件通知设置菜单 新增大区块图标与功能描述 菜单文字说明改为显示未读信息 同时 新增iCloud的细节调整新菜单 默认APP设置增加文字说明 iOS18.2b4在默认APP菜单中 下入了管理iPhone上的默认APP副标题描述 提高操作清晰度 App Store菜单位置变动 在iOS18中 App Store功能设置菜单位于系统设置主菜单内 而在iOS18.2b4中 该菜单位移置APP菜单内部 iOS18.2的设置搜索中 新增搜索引擎功能 允许用户字定义系统搜索时使用的搜索引擎 相机控制整合辅助设置 iOS18.2b4将相机控制按钮 手持或力度的调整功能 直接放在相机控制页面最底下 可通过辅助使用设置快速调整 提升便利性 ChatGPT菜单调整 使用Apple Intelligence书写工具 并通过ChatGPT询问时 iOS18.2b4已除了ChatGPT侧边黄色箭头菜单 避免输入矿碑几样 寻找物品iPhone图片修复 为避免误会 苹果在iOS18.2b4中修正了 寻找已失物品延迷的动画设置画面 将无动态导造型的iPhone图片改为 有动态导的图案 系统漏洞修复 苹果近日发布了iOS18.1.1更新 主要修复正式版系统漏洞 同时也为iOS18.2b4修补了两大安全漏洞 提升系统安全性 以上就是iOS18.2b4的更新亮点 目前正在使用iOS18.2b4版的用户 保持系统更新即可 预计正式版本将在12月初 向所有用户推送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在你看来落后的Siri全新改版后 能跟得上时代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